小小的身躯躺在病床上 接上血液透吸机器 脸上表情似乎仍然惊魂未定 而加萨的医疗现况 同样也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记录 超过100处的医疗设施遭到袭击 多名医护人员死亡 且至少60辆救护车被炸 而加萨在以色列的封锁下 极度缺乏物资 让情况雪上加霜 加萨北部共有22家医院 收治约2000名患者 有些人需要呼吸器 有些则需要血液透吸 医疗量能接近崩溃 而医院也已经耗尽干净用水 燃油短缺也让电力无以为继 联合国人道办公室指出 自当地时间15号算起 加萨的医院只剩下24小时的燃油储备 医院的医生更指出 这一切宛如一场医疗浩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稍早证实 将重启拉法关卡 并且确保能够将人道救援物资送进加萨 否则一旦医院断炊 这些病患有可能活生生的死去 欢迎新闻诚意综合报导